作曲 李宗盛 小子最可可 振發脚髮一年一年振共父母花架 聽完一段這麼經典的動畫高空之後 今集《換物三分鐘》要介紹的作品 《夫之欲出》就是足球小象 好記得在80年代我作為一個中學生 很喜歡踢球的 偶然之間在《四山明珠梭機》裡面 看到這一出的動畫 好記得有一集主角戴智偉 他帶著球球不斷在球場走 不斷走走走走的過程 他又可以回憶到過去 又可以整集都沒有一腳的射門 當時我真的看到光頭 反而由張偉健唱出的主題曲和片尾曲 我就很喜歡 就很喜歡 讓一步 那一步 決了我吧 我滿有信心 沒有腐囊 沒懲惑 青春的火吧 讓我心 想去跳吧 跳躍是火吧 誇出每步懷之信 不空口講話 雖然這套動畫我不是很喜歡 但是在1881年開始在少年Drum 連載的漫畫版 就絕對是我黑面中老杯茶 它絕對沒有動畫版那種散漫 節奏明快 相當緊湊 無論是大智慧的衝力射球 小智強的猛虎射球 新田的獵鷹射球 早田的剃刀射球 甚至是立花兄弟的一飛衝天射球等等 都可以透過平面的畫面 你都可以感受到每一腳射煤的威力 難怪高橋陽一主編的這套作品 直至現在的總銷量是超過8000萬本 足球運動在80年代初 絕對不是日本的主流體育項目 直至到這套動畫作品推出之後 足球的熱潮慢慢向日本興起 日本各腳穿口能活 以及幫助異甲的羅馬球會 奪得聯賽冠軍的中田英秀等等 都是至少受到這套作品的影響 國際球星方面 意大利的迪比亞路 恩沙基和托迪 西班牙的費蘭道托里斯 德國的普多斯基 阿根廷的美斯阿古路 以及巴西的卡卡等等 都有相同的遭遇 至少也受到這套作品的影響 80年代初 開始這套作品的玩具產品 其實就不是很多 最主要的就是有一些單式的扭彈 或者是一些大型的board game 以及一些手握的遊戲機等等 但這些產品的水平不算很高 反而一些平面的印刷品 例如箭板和一些記事寶 就出得不錯 近年也有香港品牌 工匠堂推出他們 一些主要角色的朗交系列 這些都是一個相當不錯的選擇 龔橋陽一在漫畫版的第一部 最終回 他曾經說過 足球小將是帶給人夢想的作品 大致偉至少視足球為朋友 足球也曾經救過他一命 他有他的黃金拍檔 麥泰萊 也有一個很偉大的理想 就是希望帶領日本國家隊 勇奪到世界盃 雖然這些全部都是虛構 但現實生活上 我作為一個黑面中佬 雖然我沒有視玩具為朋友那麼誇張 但我因為玩具 我也認識了很多很好的朋友 我也有一個黃金的拍檔 就是Omen 我們也有一個共同的理想 就是希望TCM Toys Channel 也有更加多人去訂閱 收看 以及更加多人去參加我們 玩具室堂加范壽展的活動 那麼節目尾聲也祝願觀眾朋友 無論你的年紀有多大都好 都希望你們仍然有一定的夢想 雖然夢想是很奢侈 但希望大家也努力去實踐 那麼節目時間差不多 希望大家喜歡留言分享出去 以及訂閱我們TCM Toys Channel 可以的話 提高個留言 以及課金給我們 令我們有更多資源 去拍攝更多好的作品給大家看 那麼下一集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